周瑜离世前对孙权说,此人不除东吴必威,孙权没听造成大祸。 据说周瑜在离开人世前,曾给孙权提出了一个建议,他说,此人不除,东吴必威,可孙权并没有将周瑜的忠告放在心上,最终,在十二年后因为此人的种种行为,为孙权酿成了灭顶之灾。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?周瑜为何要将他赶尽杀绝呢?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广为人之,只是周瑜的战绩,却被罗冠中送给了三国之中另外一位英俊潇洒的诸葛亮。 三国之,也广为人所知,倒也不至于造成什么误解,如果是纯粹的,三国演义,读者,仔细一想就会知道,在三国演义之中,有一个大嘴巴说出了这样的秘密,那就是邢道荣。 在诸葛亮率军进攻林林的时候,邢道荣与诸葛亮交手的时候,两人还吵了一架,一开始的时候,诸葛亮还说什么你认不认识我之类的话,谁知邢道荣对这件事了如指掌。 直接说出了赤壁之战是周瑜一手策划的,诸葛你这个草包怎么跑到这里来装神弄鬼? 顿时将诸葛亮打得落花流水,把他灰头土脸地赶了回去。 周瑜与诸葛亮不同,他是三国的贵公子,与他的财名并立的是他貌比他安的英俊容貌。 他接受过高等的教育,文武全才,是当时江东所有女儿郎的梦中情人。 在三国时期,众英雄讨伐董卓的路上,周瑜有幸与孙策和孙权相识,他们一见如故,谈论起天下大事,成了亲密无见的好友。 后来,在国家形势的逼迫之下,周瑜无奈只能投身于当时的诸侯之一,于是他带领着家族投效到了孙策的阵营。 此时的孙策和孙权处在东吴权力的中心,是众人艳羡的对象。 但五年后,孙策不幸身亡,东吴的权力中心没有一个能够完全镇压其他人的继承人。 于是,东吴的权力开始逐渐分散,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混乱时期,人人都想登上金顶大殿的宝座,野心迅速膨胀。 于是东吴的权力被吴国境内各个势力的人迅速划分,此时的继承人孙权茫然无措。 他没有与其他势力斗争分权的能力,但他有一个一心忠于他的好帮手周瑜。 周瑜作为孙权的谋士,全心全意为他谋划。 想让他重拾吴国的集权,而在周瑜的努力下,孙权迅速统一了吴国,自此位属吴三家成为天下大势,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期。 和人打交道不累,最累的是和小人打交道,如何提防和战胜小人呢? 不妨看看《荣枯剑》和《士圣学》这两块金砖《荣枯剑》,此书又名小人经,是古人提防与战胜小人的智慧,涵盖了古代官场长盛将军之传世心得。 而《士圣学》则向我们阐述了士为刚需,帝王以御士得天下,将相以戒士得长久,商骨以度士得富贵。 常人以富士得平安,皆是得是失事之玄机,里面还讲述了造势、用势、御士、戒势、富士等方法,可谓千古奇书,好了,话不多说,我们言归正传。 此时的曹操和刘备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疆域和无数投靠他们的谋士,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,柔弱的汉天子在龙椅上孤立无援,有枭雄之心的曹操把控制财政大权,在统一朝廷势力后持续南下, 陆陆续续灭掉了吴国与蜀国的多个城镇,曹操野心勃勃,怀着必胜的心想要拿下东吴。 在这种形势之下,孙权都准备放弃投降了,眼见情况不妙,周瑜鼎立想要护住东吴,劝说着孙权不能投降。 劝说之下,孙权心底的欲望被激起,毕竟谁都想一统天下,虽然此时不想投降, 但东吴对抗北魏的势力微乎其微,大势所趋,想要逃出曹操的魔爪,东吴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。 刘备用他友善宽厚的名声,迎来了众多的投靠者,有志勇无双的诸葛仙人,也有一心忠于他的关云长和张飞猛将。 尽管如此,孙权和刘备依旧抵挡不住曹操猛烈的攻势,以一己之力对抗集中国家财富的曹操,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在多重考虑后,孙权决定与刘备联手,共同抵抗曹操南下的趋势,孙权,刘备联军与之相抗,在长江赤壁流域攻破了曹操的势力,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,也是三国时期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。 这一场战争,其实出力更多的是孙权一方,刘备也只不过是派了两千士兵随军作战,整个战场都是孙权带兵打头阵,但是攻下的荆州居然是刘备的囊中之物。 这自然是让周瑜心生不满,周瑜清楚地认识到了刘备这个人极具野心,并且能力很强,身边还有诸葛亮这个料是如神的军师常伴左右,所以如果想在三国时期掌握大权,就不得不时刻防范刘备这个人。 在此战役后,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。 曹操大军在此战役下也深受重创,本来还想着歼灭刘备,大败孙权,一统天下,但理想总是美满,现实总会给你重磅一击。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,谁又曾想到孙权和刘备会联合起来抗曹,最终结果就是曹操大败。 甚至差点丢了命,这一战役实在让曹操感到耻辱。 赤壁之战东吴和西蜀获胜,三国并存,之后的形势必然少不了冲突,况且东吴和西蜀联盟是利益所趋,不可能一直交好。 所以赤壁之战以后,两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相互提防,甚至互相交锋发动了不少小规模战争。 命运总是耐人寻味,战争之下血腥满满,总会有人牺牲,连周瑜也在所难逃,周瑜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,实在是可惜,或许周瑜在世会有更不一样的故事所发,但命这个东西谁又能算准。 赤壁之战后,吴国已经无法困手,只能出击,于是周瑜与孙权致力于扩大吴国的版图。 持续攻打曹操的势力范围。 在这样能够成胜追击的情形下,却突然传来了周瑜病逝的噩耗,远在吴国中心的孙权骤然听闻此事,方寸大乱,孙权连忙赶往周瑜的病床前,但病入膏肓的周瑜已经无力回天,他只留下了一句令人震惊的遗言,他告诉孙权,此人不除东吴必威。 孙权听到这句话,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周瑜在话中指的那个人,是与他一起对抗曹操联盟的刘备。 他说得很清楚,东吴现在面对晒两个敌人,一个是明面上的曹操,一个是暗里的刘备,曹操虽然强大,可是他在北方刚刚打下的地盘还没有稳定下来,他也没有心思来南方攻打东吴。 就算是他出兵南方,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己水军的优势和他周旋,但刘备这个在暗处的对手就不一样了,他就像是一头猛虎,随时都会扑上来。 现在他的实力还不是很强,所以他表现得很温和,但只要他找到了机会,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攻打东吴,所以应该尽早地除掉刘备。 以免日后有祸患,在孙权当时的心中,刘备是盟友,是他能够为数不多信任的几方势力,尽管刘备也有着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,但在孙权你的心中,宽厚名声在外的刘备无疑比奸臣曹操更加值得信任,但终于话里话外十分防备刘备此人,与孙权的思想产生了分歧,于是,孙权决定先将此事搁置。 从三国里人物的角度来看,只有三个人能看出刘备的真实面目,一是曹操,曹操以为刘备才是热厚能称霸一方的人物,第二个人是吕布,吕布临死之前。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备的虚伪面目,第三个就是周瑜了,周瑜对刘备的了解也很深,知道他的真实性格。 周瑜早就看出了他的厉害,不将他铲除,他心中难安,在历史上,刘备在借荆周来到东吴时, 周瑜就曾经向孙权提出过将刘备软禁起来的提议该不该杀刘备,曹操也曾经面对过同样的问题。 曹操麾下的一些军师认为不能杀,应该给予刘备足够的重视,以便日后结盟。 但是郭家却认为应该杀掉,曹操之所以没听郭家的意见,是因为他不想在百姓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。 但是就在曹操分心的时候,刘备不仅在他的眼皮子底下,抢走了他的几十万兵马,还干掉了他在徐州的统帅。 曹操好不容易打下的徐州,被刘备抢走了,让他懊悔万分。 这一次的事情,可以说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,周瑜将这个事情告诉孙权,可是,无论周瑜怎么说杀死刘备,孙权就是不听。 孙权听了别人的劝告,放过了刘备,刘备不仅逃过了一劫,而且还将荆州的南郡,从孙权手中夺了过来。 局势瞬息万变,周瑜离世后的几年里,刘备大军果然如周瑜所预测一样。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,迅速发展,孙权见此情形,不禁开始想起当初周瑜的叮嘱,于是便找人钱去找刘备要回当年攻下的荆州。 但是如今刘备大军实力雄厚,又怎么会轻易妥协,刘备不肯还。 但是孙权也不敢贸然抢抢,毕竟现在孙权的实力已不是当年,不宜和刘备有了正面冲突,当初为了对抗曹操,双方才结成联盟的。 如果此时和刘备大军发生冲突,那么得力的必然是曹操的军队。 所以,孙权只好将自己的妹妹孙上香嫁给刘备为妻,想让孙留两方的关系更进一步。 但是妹妹嫁过去之后,并没有和刘备情色和名,反倒是日日吵架,这最终甚至加剧了孙留两派联盟的破裂。 在此之后,益州地区成为了刘备的眼中之物,两方本就没有了情义可言,刘备索性就直接撕破脸,选择直接发动了战争。 无奈之下,孙权只好让陆迅应对关羽,最终关羽因为太过傲慢,轻敌了陆迅,最终被斩杀。 刘备见关羽兵败被杀,更是怒火中烧,全然不听旁人的劝告,再次向孙权发起进攻。 之后,刘备更是与陆迅整整被抗了三年之久,最终的结局便是火烧连营八百里。 最终的结局也果真如当年周瑜预言的一样,刘备终究危及了整个东吴。 而当初的孙权果于自信不听周瑜的中言劝告,最终的结局才会落得这般田地,这也就告诉我们,当旁人给我们真心建议的时候,我们也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,即使觉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也应该多加留意,不然就会像孙权一样,后悔莫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